還記得一個叫林亞強的人嗎? 記得記得 對因為他之前是幫你說喬心喬心得意 那他現在發文說那他當時如果不約於您的話 那或許台灣現在就會平靜點 你怎麼看? 就你要去想當年的話都有很多當時 那不管怎樣我都會在我的工作上面 不斷不斷的努力 然後讓大家能夠看到我的問證跟成果 中間或許一路走來有很多的花花絮絮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我們服務民眾的決心 昨天你在布亞的電視台粉專留言 那標記黃傑跟李正浩 那怎麼沒有標記苗國雅呢? 就是他有在你的死亡筆記本上面嗎? 我其實死亡筆記本上面的名單已經 我不曉得你們有看過庫洛米嗎? 就是他跟我一樣都是天蠍座的 然後他也有一個筆記本 然後他就是本來想要跟美樂蒂做朋友 然後可是就美樂蒂就是 美樂蒂就是綠茶錶 然後所以說 對不起喜歡美樂蒂的朋友 然後所以說他就有一個死亡筆記本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這個角色他非常的可愛 他看起來本來是可能想要做一個反派角色 但其實沒有他很受歡迎 他是三里歐現在排名第三名的受歡迎的角色人物 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歡他 然後他也是有一個筆記本裡面寄得好像上萬條吧 那所以說呢 這個我很喜歡的卡通人物也會是我受訪的對象 那所以苗波雅 因為苗波雅剛剛受訪 就是說你的封面 那本筆記本封面應該是黃姐李正豪 翻看應該是文朗東 不是欸都不是 那是咪咪 那是我的咪咪不會跟大家講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都不是他們幾個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昨天晚上的推文是嗎? 沒有啦因為我就覺得就是說 這個 剛好晚上周五嘛放鬆Friday night 大家喝點小酒想起過去的回憶 那就覺得今天真的要說像魚天嗎? 因為我知道昨天有一個魚天模仿大賽 我也滑著臉書就看我覺得不像啊 還是比較像李宗睿他自稱是陳冠希啦 呵呵 所以這只是一個至於魚人的天文而已喔 大家也不用太在意 那我覺得 現在全案已經都進入到司法調查 所有的非常多的一些證據 那我都有保存 我也相信自己的清白能夠通過最高標準的檢驗 那也謝謝大家對我的關心 我就想再問一下四超貓昨天直播的時候說 你婆婆勸真真要等你一月選完再來離婚 就怕影響到你的選情 那她就說你婆婆好像比較疼你 比較不疼真真 你怎麼看? 不要這樣子去見風擦中我們的家庭吧 我婆婆 我很謝謝我的婆婆 很愛她的 這叫什麼啊? 對不起我對家族的稱謂常常有點搞不清楚 這叫做媳婦 對對對很謝謝 她疼愛媳婦 那不是每一個做媳婦的人 在社會當中都能夠得到婆婆的疼愛 那在這一點來說 我非常的感謝 那但是她也非常愛她的女兒 但是我覺得今天我們討論的事情 嗨!國昌老師 今天我們討論的事情 並不是一個愛不愛女兒的問題 是有沒有犯法的問題 今天如果她的女兒牽涉到 涉及到詐騙案 那當然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而且我還是主張要從重量刑 我身為立法委員修正刑法339條 加重詐騙的刑責跟刑罪 這件事情我們絕不護短也絕不寬戴 我相信不管是我或是余天大哥 我們想法都一樣 看到親人去涉案很生氣很憤怒很痛心 但是絕對不會寬戴 但是有一些莫須有的指控 或者是要把別人犯的罪 牽到我的身上來 那這種不公道的事情 路遙之馬力日久見人心 那公道總會有一天水落石出 我對我自己非常有信心 謝謝大家 謝謝惟倫